好 回到蓝轩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三 我们谈医疗谈健康的单元 今天的话呢 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 一种一种疾病 那这种疾病啊 其实常常一讲到他最典型的一个 后发的疾病 大家听了好像都会有点点害怕 而且有点不太明了 他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叫做红斑姓狼仓 那这个名字听起来 谈不讲也有点恐怖 狼仓 你就觉得好像在远古时期 在欧洲那时候经常有说被狼咬的那种事情 那事实上有些人说这种可能是过去狂犬症的 留下来的一些阴霾 但不论如何狼仓听起来就很恐怖 尤其在身上遍布了红斑 那事实上的红斑姓狼仓讲的是免疫风湿这件事情 好 那这个免疫风湿到底怎么回事 红斑姓狼仓其实只是免疫风湿表现出来的 典型的一种而已 那经常其他后发的还有很多种 那而且呢 这些部分可能都是在大家经常看了好多科 看着看那个都以为是他的发出来的现象跟症状都会让你觉得啊去看个心脏科啦去看个皮肤科啦去看个什么 新陈代谢科啦 但是自体免疫病这几年其实是越来越重要 因为其实这些疾病长期存在可是有的病人是慢慢来有的症状是潜伏着但是好慢慢的耗损病人的健康那有的时候你不清楚以为就是皮肋啦怎样可以熬过去所以相对大家对自体免疫病这一块不像不像我们一般常常听的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么熟� 对啊那就在音乐机会下我认识那个大快的董事长那他也觉得免疫这一块是一个重要但是比较被忽略的所以他希望我能够写一本书就是比较通论的完整的书可以让大家可以去对这一个这一类的疾病有些基本的认识嗯嗯嗯嗯我觉得很需要很需要那一开始这本书的开头你讲了几个临床的病毒 我觉得可能更更让大家会引发大家的警觉或者更吸引人就是譬如说你讲的是一个二十几岁很年轻的女生她也不过就是断断续续的发烧说胸口不太舒服嗯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然后就喘喘了以后呢就开始抛肌症然后呢呃还发现她的心脏比一般原本的心正常大小心脏大了一倍半 到两倍那说她的心跳很慢说只剩下正常人的百分之二十接近心衰竭到最后发现是风湿免疫疾病 其实这这些例子其实就是呈现了一些我们常见比较可能的状况之一嗯那其实如果回溯回去看像这位这位病友他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溯回去看他并不是那时候开始发烧开始不舒服嗯 他其实之前尖尖断断就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嗯嗯只是因为年纪轻可以忍哦那大部分都觉得现在学生就是念书太累或者有些有些年轻人比较容易熬夜嗯休息不足嗯管太胸也有读书不太累也有对所以通常就是不太会认为这个是病一个问题哦嗯嗯那到了断断续续发烧的时候他那时候才警觉到 他有一些不舒服嗯嗯但是他也没有联想到其他的嗯一般可能就比较常见的就像感冒啊什么所以他断断续续也在看那只是随着时间看错地方看错诊看错科嘛哎因为其实一开始要厘清可能也很难那民众对民众对这些的认知可能也不够嗯其实一般的感冒一般的感染嗯如果像一般感冒你治不治疗 其实时间到他慢慢也会改善嗯哼那不然就是很短时间你就会变得很差嗯哼那像这种死好死坏的症状常常都是会让人很容易延误清呼对对对对一些潜在疾病的嗯嗯的的风险嗯那这位患者因为一开始其实认为就是像一般人一样就是小感冒嗯哼或者太疲累嗯但是他其实潜在的疾病已经开始启动嗯嗯那 那因为没有知道有这个疾病存在所以断断续续断续续他其实器官的受损越来越严重嗯到他会想去急诊那就是已经他身体应付不过来嗯嗯就是我们一般讲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身体其实每个器官都有一些备用量哦那当你还可以应付的时候有时候你就就是撑尤其是年纪的年轻人年轻的人对了解 那到他连这些备用量都耗损了像他后来来心脏发现很大对他心输出量严重不足嗯其实就他心脏已经备用量都耗光而且就透支了特别他忍很久了哈哎其实很多的疾病都是初期比较慢慢来嗯可是当他有很强的环境变数或者他的疾病是属于比较严重型嗯嗯你没有在 在比较早期的时间点去中断他嗯嗯他其实就有可能嗯嗯嗯嗯在跨过某一个 临界点之后变得很快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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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的速度再再过来走下坡就很快嗯嗯嗯你的书里面有讲到说就是环境诱发啦就一旦你本来就有这个东西都不去理他那等到呃因缘具足的时候环境一诱发他就有你是用猛暴戏你肝炎来形容吗就他会来的又快又猛 环境的变数其实有时候是你很难避免也很难厘清对啊那像这些自体免疫病红曼性囊仓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嗯那其实所有的自体免疫病都有遗传的背景再加上环境的变数嗯嗯那在很多的统计上像红曼性囊仓他其实是同卵双生嗯也不过两三成会发病嗯那就表示说环境因素可能占有更重要的嗯嗯但是 就是决定遗传是嗯单一个变数嗯可是环境就是很多因素在而且遗传你不能改变啊遗传不能改变啊但是环境是可以变的嗯只是环境相对就比较复杂对你接触的东西你吃的东西你暴露的东西都可能对啊像自体免疫病这一块其实环境的变数 最常见的像紫外线嗯哼哦像你一些病毒感染嗯嗯一些细菌感染都可以可能导致这些疾病的诱化对啊那再来就是一些暴露的东西像你吃的东西或怎样像一些动物实验或怎样哦一些黄脂的黄脂结构的那些就是化学哦化学物质比如什么油漆啊对对对对对对这些也会影响 这些脂醇类有时候你接触其实也是个幽因那有些油脂类嗯但是压力好像也会对不对压力神经内昏迷系统也是幽因之一嗯不过这些环境变数有些像暴露的这些像说你脂类啦什么这些其实个别的差异也蛮大的嗯嗯你同一种物质其实不见得在所有的人嗯都可以导致同样的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待会都会再详细聊但是呢简单说就是说呃这些它可能会潜伏在你身体 身体里面很久的时间而且它出席症状很容易被轻忽但是它很可能会受过受到环境诱发这环境诱发确实这么的频繁的你看紫外线都会诱发哎你说紫外线就是就是阳光啊阳光稍微裂一点什么样的状况底下就可能会被诱发或者是说刚才讲到的环境啊你的家里面的居家的一些油漆啦哦等等的也可能会诱发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环境诱发的可能性 它这因子是几乎是四面埋伏就是存在危机四伏的所以呃就更需要大家来了解什么叫做呃自体自体免疫病症也就是风湿免疫风湿这个这个病到底到底怎么讲它其实我们讲风湿病只要牵涉到身体软组织的病都叫风湿病就叫风湿病所以痛风退化嗯哼 肌筋膜疼疼痛像现在大家常常讲的公主病啊什么这边痛那边痛这些其实都是风湿病可是可是我们现在风湿免疫科在看的大部分指的是比较狭义的风湿病OK那比较狭义的风湿病指的就是免疫失衡免疫失衡所导致的疾病免疫失衡所导致的疾病这种就是比较狭义的风湿病所以就叫免疫风湿病对OK好那免疫风湿病 我们刚刚一直讲到有个叫做红斑性狼藏那还有其他的吗其实只要免疫失衡你就就算是自体免疫病了那自体免疫病比较典型或者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红斑性狼藏那其实像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像僵直性脊椎炎啊这些其实也都是免疫风湿的疾病这些是比较大家熟悉的那像它的区分值在 它发作的地方不一样是不是 比如说你刚刚讲说相职性脊椎炎的去脊椎风湿型关节炎就是关节是这个意思吗红斑性狼藏上就是红斑 因为刚才讲过免疫系统自体免疫病其实一个是遗传的背景 一个是环境的变数那你的遗传背景可能会让你倾向发作哪些疾病 那环境的变数会影响你临床的表现 像你有僵直性脊椎炎的体质你可能会因为某一次的受伤或某些细菌的感染你就发病了 那你有红斑性狼藏的体质也是类似像神经内昏迷系统压力 像我之前有些病人考高中发病一次考大学发病一次考研究所发病一次 这些神经内昏迷系统其实也是个诱因 那大部分的自体免疫病其中一个蛮重要的诱因就是像自体免疫病除了像 像僵直性脊椎或血清易性关节炎这一块或者硬疲症这一块是男性比较多 大部分的自体免疫病都是女性比较多 这样的啊为什么荷尔蒙是不是 荷尔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节 OK好我们学学再回来聊 所以呢原来这样子的呃风湿免疫症啊有很多的不同的表现 然后呢他也跟性别有关他也跟遗传基因有关也跟环境有关 我们学学再回来 好回到蓝宣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台大啊这个风湿免疫风湿过敏科的主治医师谢松周医师啊来聊他这本书叫做从红斑线狼藏看免疫风湿 我们刚讲到的是嗯这个免疫风湿他其实里面有常常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红斑线狼藏 但事实上还包括了僵直性脊椎炎啦风湿性关节炎啦这些都是那另外比较少见的像什么硬皮症啦雷诺氏症啦这也是啊那这本我慢慢待会啊可以再挑一些出来跟大家讲一下他到底啊临床的病症是什么啊大家怎么样去判别他因为你断断续续的时有时无的出现 有些如果像感冒谁会知道是这个状况啊那待会会跟大家讲说啊可能哪些他 他表现出来症状是什么你可以提高警觉说哦有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只要有这个可能性的想法存在你就比较容易去重视他不我们刚才还讲到一个是他原来跟荷尔蒙有关系所以为什么 我们的免疫系统一开始建立免疫系统的初衷应该是为了保护个体 避免外界这些伤害不管是物质有害物质或者有害病原菌这些的伤害 这是我们免疫系统的初衷对啊因为以前听到免疫大军就好像一副他抵抗外伍的感觉 那在大部分的免疫系统疾病都是女性最主要是因为女性荷尔蒙的关系 那最主要的差别是因为在大多数的生物包括人类在内女性都互有还原族群的任务 所以在还原族群的任务那小孩子当然所有的妈妈都认为小孩子最像他 但是不管再怎么像在遗传背景上就是顶多一半 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小孩子就有点像移植进入母亲的体内一样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得去调控你的免疫系统 如果把免疫系统压太低那就会让妈妈的免疫系统瓦解 那就失去了免疫系统要保护个体的初衷 那让妈妈造成一个容易受到伤害的个体 这样对怀孕也是不利 但是如果太强 其实胎儿毕竟有一半跟妈妈不像 那其实妈妈就会把他当成外来物处理 所以这样对怀孕也不利 那在演化上就是女性女性荷蒙希望去调控 让妈妈的免疫系统可以适当的降低 但又不会让妈妈的免疫系统到没有功能 就又保护妈妈又保护小孩就是了 所以但是如果你有特定的体质 或者你在调控上出了问题 那其实就很容易导致免疫的失衡 那免疫的失衡就是免疫系统疾病 发作的一个最主要的背景 OK那让免疫失衡 除了我们刚讲的外在环境这部分之外 在体内部分的话 其实就如刚刚西医师所说的 我的理解或者一般人的理解就是 免疫系统最主要是保护我们 那为什么保护我们到最后还不能攻击我们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大家觉得不太理解的地方 所以刚刚讲一个是女性荷尔蒙 那还有别的原因造成这个免疫失衡吗 像神经内复密系统也会 那神经内复密系统其实也包括就是女性荷蒙 因为女性荷蒙本来就是内复密系统中的一环 那另外主持人讲的压力什么这些其实也会 因为我们的神经内复密系统我们从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抽象的 大家都不太懂的东西 从脑袋控制下来 其实你就会身体要做不协调 所以神经内分泌性包括哪些 像什么一般讲什么血清素也算是对不对 其实很多内复密素 然后外复密素 那个其实都在这些里面 但是他的调控 其实碰溼病大家比较陌生 或者比较觉得有一点抽象 最主要就是说 他不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么明确 你血糖量多少其实就是有或没 你血压量多少就是有或没 可是你免疫系统多一点少一点 其实有些时候没有那么明确的界限 他也测不测得出来啊 这几十年来其实 免疫系统的检测失衡 或者自体免疫病这些的检测 其实比以前进步很多 那刚才提过 其实像风湿免疫病 有些表现是因为你不了解 他跟风湿免疫病有关 所以可能你就会忽略了 但是像刚才讲风湿病复杂 另一个是 他同一个症状可以表现在不同的疾病 同一个症状可以在不同的疾病 比如像关节炎 他的关节炎可以是肝癫性关节炎 可以是内风湿性关节炎 可以是红斑性囊肠关节炎 你刚一个关节炎的表现 有时候也没办法告诉你 你到底是哪一个疾病 虽然内风湿跟红斑 他的关节炎的表现 不管位置程度 或者病程会有一些差别 但是有时候还是很难理清 所以在风湿科 那治疗方法也不一样 所以才会 有些有些病会有类似的治疗方式 有些病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风湿科另一个很重要 就是刚刚才主持人讲的就是怎么样去检测 所以风湿科的病人其实他们如果在看风湿科都很习惯 医生就是很喜欢抽血 你今天看要诊断也要抽血 疾病要最终也要抽血 疾病有没有改善 怎样都得抽血 那至少从血液里面看得出来 那个是相对客观 看什么 他的血液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一般来说 自体免疫病的病人 他们做这些学一学的检验 一方面是疾病的诊断 看他有哪些抗体 你不同的抗体 可能代表的你可能会走向不同的临床表现 或不同的疾病 那再来就是有些是跟疾病的活性有关 活性 像你现在关节炎到底厉不厉害 那程度怎样 我们用了药有没有得到预期的改善 所以这活性 那一般说炎不严重 事实上不是就病人的感受吗 比如我觉得我的关节好痛哦 那这样子意思是说 还不见得真的是严重 要看血液里的活性 才知道炎不严重 就以关节炎来说 你的疾病活性很高 你当时会觉得很疼痛 对 可是很疼痛 不表示你的疾病活性很高 其实刚才也讲过 其实疼痛又是另一个议题 因为疼痛 其实有主观的成分跟你感受的成分在 了解了解了解 而不是 所以他才会那么复杂吗 对 包括刚才一开始讲那个王小姐二十几岁 他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但是他的状况 他可以耐受 对不对 那另外他觉得他年轻 不应该有其他的疾病 所以他会忽略 对啊 这实在是有点伤脑筋好 那不论如何 我们刚刚大致 就知道这些不但还有更多要进一步去讨论的了 包括说那到底还会有什么样的临床的症状 他指向什么样的疾病 那又要怎么去面对他 我们续续再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 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来现场邀请到的台大免疫风湿 过敏科的主治医师谢松舟 来聊 有关于免疫风湿 这个很很概念式的 很抽象式的疾病 但我们刚才慢慢的让大家知道一下 他大概有几个疾病的名称 他最熟悉的当然是红半性狼仓 比较好发的女性有男性吗 也有 也有 只是比例相对比较少 那你刚刚讲的比较常见的像什么 僵直性脊椎炎也有性别之分吗 僵直性脊椎炎则是男性比较多 那风湿性关节炎 类风湿性关节炎 还是女性比较多 那刚刚讲硬脾症就男性比较多 硬脾症是男性比较多 OK那雷诺是怎么刚讲 因为我有个朋友 他后来去最近才诊断出来是雷诺施症 他其实就是手掌 手掌常常红红的 那边是女生嘛 所以大家说 因为他是家家庭主妇 他说富贵手 就搞半天也是这样 看了好多的科别 才知道是雷诺施症 那雷诺施症有分性别吗 其实雷诺施症 一般来说除非 你找不出任何其他的疾病 那种就叫圆滑性雷诺施症 那通常那个就是一个血管比较敏感容易缩缩 或者你的血管比较敏感容易缩缩 其他像温度情绪这些影响造成血管缩缩 那个倒是还好 那倒还好 雷诺施症其实本身其实是一个症状的描述 他并不算一个疾病 疾病就没有那么严重 那雷诺施症可以出现在各种疾病 像红曼性囊肠 像硬疲症 就他都会有这个症状就是了 比较容易轻患血管的病变的疾病 比较容易出现雷诺施症 好那我刚刚问的是说 因为我们刚解释了 女性荷尔蒙怎么样子会导致 这个风湿免疫的症状比较常出现 那你刚刚讲到说 僵疾性脊椎炎跟硬疲症 为什么比较好发在男性 这种跟体质或者暴露环境有关 因为硬疲症到现在为止不是那么了解 硬疲症就皮变硬 他血管会先有病变 血管受影响 那卵组织会容易纤维化 所以皮肤会慢慢变硬变薄 他有些研究也是跟一些化学物质的暴露 或者我们环境中物质的暴露有关 比如像那个 就是细节肌那些 有些跟一些就是汇气物 什么那些的暴露有关 但是那一个族群的病人其实没有那么多 僵直性脊椎比较容易 男性其实有当然跟遗传有关 那另外僵直性脊椎有时候跟一些运动伤害也有关 所以是不是跟男性 运动伤害会导致僵直性脊椎炎 因为你肌肌韧带的受伤就导致那个免疫的过度反应 然后造成伤害 那所以运动伤害在男性其实因为男性 当然现在时代变了 如果女生常运动也会就是了 对运动伤害 但是在以前因为男性主要是在外面工作或怎样 是不是这个比例相对 那知道了 那另外挑战极限的人也比较容易 因为运动伤害导致疾变 这样子OK好 所以我们大致知道一下 这几个比较主要的 这个风虚免疫的病症 它是耗发的族群是哪些之后 我们刚才特别提到说 这些耗发的原因除了遗传 除了环境除了荷尔蒙之外 你刚才提到别提到说 从血液里面可以测出它的抗体 所以就是说 我们知道自己的免疫 可不可能出问题的话 从抗体可以看得出来 那这抗体是 我后来看书里面 好多种抗体 我看到我眼花缭乱 其实血清血的检查 或者抗体的检查 其实是风湿疾病诊断 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刚才也提过 其实你同一个疾病 可以有不同器官的表现 同一个表现可以出现在不同疾病 所以有的时候 这些血清血的检查就很重要 那在风湿科的疾病 比较常见的一个检查 就所谓抗核抗体 抗核抗体 对或者叫ANA的检查 在风湿科 它最主要是一个筛检检查 你如果这个抗体浓度越高 越倾向你有风湿病 但是他 那另外一个会用它来当筛检 是因为在很多的风湿病 这个抗体都会出现 所以他其实在风湿科 是一个筛检的检查 他让你去看看 你有没有这个风湿病的倾向 或者体质 所以意思就是抗核抗核抗核症状 可能是心脏病 但是也有可能是风湿病 你说有这个抗体 有这个抗体如果它浓度比较高 它可能是活慢性囊肠 也有可能是免疫性肝炎 也有可能是免疫性甲状腺的问题 所以这个抗体是一个筛检的检查 它用来让你厘清 你有多少的可能性 是属于风湿免疫 因为我刚会这样问 是因为你一开始讲到 那个王小姐的例子 他第一个反应看起来是心脏衰竭 所以以为是心脏的问题 但后来从他血液的检测 那么多抗体 那么浓度那么高 所以才网说 可能最主要的原发是风湿免疫 对不对 所以最常见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其实就是抗核抗体 抗核抗体其实就是一个筛检的抗体 那如果你筛检的抗体有 或者你的临床表现趋向某一个症状 或者某一个疾病 其实医师常常会帮你进一步验一些比较特定的抗体 例如说这边有一家说抗磷脂质抗体 对不对 抗磷脂质抗体 其实就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疾病 因为他临床的表现相对复杂 对啊 他最主要是造成小血管的循环不好 可是我们全身每个器官都有循环的问题 所以他几乎每个器官都可能是他的标的 或者都可能是别的病也可能都是风湿病 对都可能是他的标的或者会导致疾病受损的器官 对但我们要讲的是像这个抗磷脂质抗体 他可能表现上面出来竟然会反复流产 谁会想到流产这件事情可能跟风湿病有关 以前的时代可能是会比较不轻 不过这些年大家越来越比较对这些有概念 那刚才讲过其实这个抗体最主要导致的其实是循环 循环就是什么静脉 静动脉血酸或者动脉血酸 那像对怀孕那一块 他可能就影响了胎盘的功能 那你胎盘功能有问题 其实小孩子要长大的风险就会增加 所以就会有问题 那但是对于这个抗体对一般病人来说 他如果塞在心血管 其实他也有可能心肌梗塞 那他如果塞在脑袋也有可能中风 或者致意认性 所以医生照理这样讲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在全身健检的时候 就顺便去做个我们的血液检测里面 有没有去检测我们的风湿免疫的抗体 浓度这一项 现在陆续有一些健检 会把这些项目列入 对应该不困难吧 就是花钱解决问题 但是以前没有列入另一个 一方面是大家对这些比较不熟悉 另一个就是在风湿疾病 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临床表现 你有这个临床表现 你有这些符合的抗体 或者疾病活性 那这时候才需要介入治疗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临床表现 你光有这个抗体 那我可以那个心里头有心理准备 对对对对 但因为抗体种类多 所以你到底要涵盖哪些检查 有时候就是 真的啊 他不能够说做一次的血液检测 就全面性的看出你的 其实像你去看 你去看风湿科医生 风湿科医生常常会问你临床的症状 然后他去判断你比较倾向 哪一个疾病 然后才能够去做 然后他会去做 比较可能可以帮助 对你疾病诊断的一些检查 所以等于一种抗体 就要做一种检测 不是说一种检测 可以测出好多种抗体 没办法 没办法 所以才会有筛检的检查 像刚才抗核抗体 就是筛检的 那抗 单单抗磷子抗体 其实就不止一种 抗磷子抗体 大概就有二三十种 哦好吧 好复杂 好那我们决定要休息一会 回来之后呢 我们直接从临床来讲好了 从临床来讲呢 既然从血液里面呢 可以诊断出来 但是通常要发病之后 再去诊断 不能够预先做诊断 让你做预防 那不如让大家知道 哪些临床症状是什么 大家心里头 比较好做自我的预防 马上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台大免疫风湿过敏科的主治医师啊谢松舟来谈啊这个大家比较不熟悉的风湿免疫啊疾病但是真的还蛮重要的可能我觉得跟现代人的生活有关系吧压力啦赫尔蒙失调啦环境啦哦等等都是啊好那呃但是重点在于是我们要敢刚讲到就是我们接下来问的是临床的症状因为身边太多太多的朋友啊我们刚也聊到很多就是说你其实一开始就有关的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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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一开始的症状出奇症状你不会连接到风湿免疫科一方面因为你对它不够了解第二个是他可能表现起来很复杂像你这边就有讲到说很可能有病人先是呃30岁脑中风去看神经内科40岁心肌梗塞去看心脏科后来血小板减少去看了血液科反复流产的去看了妇产科神经病变的去看了神经内科慢性头痛就去看了神也是看神经内科 或者加一科 还有人会记忆衰退变笨的 变笨要看什么科 变笨可以看什么科 一般来说 其实还是会先去看脑神经科 脑神经科 好但是重点 歇斯要讲是 这个世上通通这些症状 到最后在你的门城里面 他们都是跟风湿免疫科有关 对啊这你看多难判别啊 那又好怎么样判别 你说我怎么样从脑中风 想到说 我可能是风湿免疫科 我怎么样从 慢性头痛去想象到 所以我们的到底临床症状 有多少啊 其实任何的器官 都可以有风湿科的临床表现 所以风湿科相对其他科来说 其实就是比较复杂 那如果很简单的 用比较通俗比较简单讲 其实最主要就是 当你有一个症状 它持续的时间超过你的预期 或者它来来去去 你这也很抽象 什么叫超过预期 像你一般花烧 你不会一个月内断断续续都在花烧啊 你一般的感冒你三五天 该好也要好 不然就要变很糟 它不会来来去去 那像你一般 像我们想僵质性聚追尊 有些脚跟痛 老师认为是运动伤害 可是跟你一起打球的人都没有在运动伤害 为什么你一个人特别容易运动伤害 这个常常就是有问题 所以当你的临床表现或你的不舒适 超过你一般的认知 那你可能就或者说你的来来去去是一个重要观点 那另外一个就是它在你的认知里面是不应该是这样的 或者说你有些症状其实有关节你又有头痛 其实这些症状在一般的认知里面也不应该常常在一起 像这种比较不典型 其实你可能就要考虑看要不要看宏斯科 但是也要警觉性够高 刚才讲过慢慢变笨 其实我们有病人就是 你去提醒他才知道 其实50岁左右他会走不回家里 你觉得这也是他的表现跟你一般的认知 或我们大家的认知是有落差 可是你这样讲我就会觉得说 那会不会是一个早发性的失智啊 早发性的失智是一个过程是不能处理 那我们在希望大家对风湿病比较有认知 是因为风湿病如果有找出病因 现在的风湿科的治疗比以前进步很多 像我讲的迷路 他之前一个月很多次走不回家 现在是很多个月经过治疗后 很多个月可能才发生一次 那其实这个就是可以处理的空间 如果疾病不能处理 其实有没有诊断也没有差那么多 我知道你意思 我们刚才连床都差不多讲完了吗 就大家如果要研判 就是说他在超过预期 然后呢来来去去 跟你的认知跟你的预期 对对对 OK 所以这样子台湾家也还蛮抽象的 当然还是有抽象 但是就是当你觉得自己的不对 这个东西不舒适 不管是心理或身体 这个东西有持续 都可能是风湿免疫科 因为包括全身 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是不是 他只要是属于那种持续的 断断续续续来来去去 超乎你的预期 超乎你的认知 就是可能是 可能就要考虑有没有这一方面的问题 好那你刚讲的好消息是说呢 因为他可以治疗 连变笨也可以治疗 好那通常治疗是什么方法 就是让你的免疫系统 像风湿免疫科 这些年的治疗的进步 最主要是让你的免疫系统 可以回归到常态 不要再造成进一步的受损 但是你也要治疗的再早 因为风湿科的治疗 几乎都是把疾病控制好 如果你一旦有结构性的受损 这一方面还是只能靠自己修复 结构性受损的意思是说 其实现在不管哪一个医学 其实自我修复这个能力 其实还是要靠自己 很多自我就是要靠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要先稳定 都损伤了 那真的是问题就大了 OK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那去修复这个免疫系统 它是什么吃药吗 我们通常是让疾病稳定 不再破坏 那你身体的修复机制就可以平衡 如果你持续在破坏 虽然它也在修复 但你的破坏概括修复 最后就会变成 不可逆的结构性变化 OK所以它这个不可逆的结构性变化 可能就已经不只是 风湿免疫症状 会导致全身其他的 器官功能的不可逆 对不对 好吧 所以听起来这个风湿免疫 这个问题真的是蛮重要的 而且它影响到的层面 对一个人的健康来说 是蛮大的 好所以今天非常谢谢 谢谢松中医师 到我们现场来跟我们谈这个 让我们更加的了解 这个相关的疾病 谢谢 谢谢